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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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有另外一甚至乎多過兩個 一至兩個的時間圍杜 然後組合成為一個非常複雜 有13個圍杜時空的一個理論 聽到就好像拋傷人一樣的東西了 所以一切的討論就是說 這些我們為什麼會將時間和空間 擺成為一個同一個叫做圍杜的概念 這樣看呢?我覺得很值得去回顧一下 但是這個不在我們的經驗範圍之內 我們經驗不到時間 我這樣說 我們是經驗到時間 但是你怎樣想到將時間擺成為其他三維空間 擺在一起去做考量呢? 這個就完完全全就要說到物理學 甚至乎說到那些相對論那樣的東西 你問我們 我們怎樣經歷時間呢? 很簡單 你看看自己的樣子 看看小孩子長大你就知道時間過了 看看自己的樣子怎樣越來越走向晚年 一個歲月不留人 又不能夠回去你就知道我們經驗到時間 另外更加容易短促經驗到的時間就是 就是 杯子打爛了 OK? 有些東西就回不了頭還原不回了 這樣我們就經驗到這個時間 但是我們以往的經驗很多時候 我們覺得時間的經驗和空間的經驗 是兩樣可以獨立 互不相干的東西來的 就算你可以將它放在一起 你都知道很多東西是時間還時間 空間還空間 就是這個東西放在這裡 一直我不動它 然後我隔多久回來再看它繼續在這裡 你會看到沒有人動它 你就知道它不動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 你會覺得時間都會停留了 不動了 周圍不停看它都一樣 但是有些事情就不同的 它的位置不停地轉 隨著那個時間 如果有些是循環的時候 你也看不到那個時間的方向 就是你地球圍繞著太陽轉 一直不停地轉 不停地的位置轉變 但是它的系統是一樣的 在這些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好像有時候時間和空間好像不太相干 但是其實有些情況 你都可以說不是啦 我們看到有些東西既隨時間變又隨空間變的 我們走路就是啦 我們一直走 其實我們也都一分一秒的我們的連月流失 然後我們一分一秒的位置在改變 所以在那個... 從影像上或者你從座標上去記錄這個事件 你是的確可以看到 一樣東西怎樣隨時間隨空間去變化 所以我們其實是說 我們其實應該是我們直觀上是有一些 就是經歷時間和空間一起共同改變的經驗在裡面 嗯 但是如果我們去到這個廣義相對論的時候 是不是時間和空間是變成是同一個的性質? 或者先不要說到廣義 說一下俠義 其實一說到相對論的時候 就會開始有些東西是顛覆了的 就是以往我們不會認為 我們走得幾快幾慢 是影響到我們的時間觀念的 但是一有了相對論之後呢 我們就會認為呢 就是我們會發覺一個事實就是說呢 原來我是走得快些慢些 和我加速得快些慢些呢 最後是干擾到我們時間和空間的觀念 就是這件事情可以怎樣去理解呢? 有些難想的 就是為什麼這個相對論會是這樣呢? 這裡就要問一下就是 就是為什麼一個世界會造成這樣呢? 其實我們一直就是活在一個 離光束的速度差很遠的世界 我們經常以為光束是一個大到很不可思議的數字 於是我們看不到那個分別在哪裡 但是其實有時候如果 包括我們人在內 如果我們能夠去將一些東西加速到接近光束 或者甚至乎我們自己有本事 將自己加速到接近光束 然後又去實際停下來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覺那個分別就會很顯著 那台長你這裡就展示了一個圖出來 其實這個圖就是很初步地介紹一下 我們那些時空怎樣去擺在一起去看 那些事件在哪裡發生的樣子 我們就沒有辦法超越光束的 所以有一些空間 是無論我們多快 我們都接觸不到那個空間的了 或者有些事情發生了就發生了 就是我們接觸不到的了 我們只能夠在我們有限的範圍之內 如果那件事本身是距離我一光年那麼遠 我們就知道你給我一年時間 那我就可以去得到 然後我們就 但是有些事情就是說 如果你發覺是超過了一光年的事情 你就不用指望你可以用少過一年的時間 就可以去得到 所以在整個宇宙裡面 有一些事件有一些的時空 我們已經是接觸不到的 跟我們無關的了 它發生了就發生了 我們沒有辦法去阻止它 我們沒有辦法趕得及 就是飛快過去來叫它不要發生 在這裡有一種初步的概念就是 如果你去到這個世界上 是有一種速度的限制的時候 所以就會對於你有一些事情可以接觸到 和接觸不到就給了一個限制出來 其實很多時候講得相對論的人 就會把這個圖放出來 就會告訴你世界上有些事件 就是你超越它的時候 你就跟它再沒有任何的因果關係 各不相干的了 這樣 是 但是《覆途》其實也挺難去理解的 所以我想要花時間了 但是理解了這個 四維的對我們在物理學上的理解 有什麼作用 這是這樣的 我們其實是因為有了相對論 我們才被迫把東西放在同一個 就是把它放在同一個顏色上面 就是以前你講的那樣東西 怎麼隨時間變化 就是這樣就是你 有一個力 然後那個力 它是怎麼將那樣東西的加速度 速度和位置去改變 你就可以計算出來 但是現在多了相對論這件事就會變成怎樣呢 因為有相對論 有相對論就是你一定要承認 這個世界上所有東西都要受到光速去約束 而且還要約束成怎樣呢 就是說你無論你動得多快和多慢 你在你的那個處境度度光速 它都是光速這麼快 或者用一個人話說 就是光是一樣你無法追的東西 就是你有時候會想 那個小鳥飛得快 我坐一架船 坐一架飛機去追它 你會見有些人玩滑翔傘 它真的可以追到那個鷹的滑翔速度 最後就是你可以伸手摸到那隻鳥 甚至乎那隻鳥是降落在你自己的滑翔傘那裡 就是有些速度你是有得追的 那麼你說光 你告訴我那個速度有限 那就是說其實如果我可以走到光這麼快 我就可以追光 原來不行的 就是為什麼不行呢 沒得解的 你要被迫接受的 光是一樣沒得追的 就算你自己已經走到光這麼快 你自己在上面開一個電筒出來 來看看你追不追到光 你發覺你也追不到的 光永遠跟你保持一個這麼大的速度差距在這裡 這個就是所謂叫做光速不變 就是這樣的概念來的 那麼好了 光速可以不變 但是就奇怪了 那些時間概念就好像有衝突 現在你說光是永遠沒得追的 就是你如果時間是可以是絕對 空間是絕對的時候呢 你的速度是可以 就是理論上可以無限大的 就是你就會是一個光速加另一個光速 就等於兩個光速了 但是現在因為有了相對論這件事情呢 我們就要不可以再執著空間是絕對 時間是絕對 然後我們唯一的絕對標準就只有光速是絕對 那就是那個 有些事情就要計出來 你才能夠去表現到的 但是你當你那個絕對的標準 你這樣擺去第二處的時候呢 就代表著有其他的概念 你就會變相對的了 意思就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就要承認有時候有些事情 你看到你認為在這裡 但是那個人 他因為在用一個接近光速的速度走進 他就會認為在第二處 有一些事情我會認為在這個時間發生了 但是對於另外一個 以另外一個速度來移動的那個人 他就會認為這件事是在第二個時間發生了 所以呢 各有各的觀點 觀點與角度不同 出來你告訴我 那個位置和那個時間都有不同 這裡就是告訴你 時間和這個位置是可以變成一個 隨著觀點與角度不同 狀態不同 而是變成一個相對的概念 沒有絕對的 你不會說大家是處身於不同的 就是以一個不同狀態運動的時候 都會給到同一個的結果出來 就是這件事已經是由實驗證實了的了 我們沒有辦法由人的肉身來去感受到這件事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有能力將一個人加速到接近光速 但是我們可以建立很多的實驗 去證實這件事出來 所以一有了這個光速不變 而時間和空間相對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 時間和空間這件事 是需要放在一起去考量 這件事本身去動得有幾快有幾慢 是直接把整個事件去出現的時間和空間 都是改變了 於是就放在相對論那條式上 我們就發現 你動得幾快幾慢 如果動得快的人 和一個動得慢的人 你看到他那件事 那個事件發生的時間和空間的關係 就放在相對論那條式上去描述了一切 就是說同時間你就要算一下 我現在看到這件事發生在香港 下午2點發生 但是對於另外一個高速移動的觀測者 他就說不是 這件事其實是發生在對面九龍 但是下午3點發生 而他看到他究竟 這個時間和空間 究竟他出現在哪個位置 和多少點發生這件事 他中間是構成 是有一條公式 是束縛著他的關係 而這個關係就是 廣義相對論那條公式 就是告訴我這種關係 而最後我發覺 因為那個時間和空間 OK 就會是受到相對論的約束 於是我們在寫下這些相對論公式的時候 我們就不可以只是 將三圍的空間寫成一堆式 另外就將時間寫成第二堆式 而是你會發覺 那個時間是多少 和空間的數據有關 那個空間是多少 又和時間有關 兩者就結合在一起 而是因為我們發覺兩者 這樣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不得不 就是將整個 整條方程式 就不只是一個簡簡單單的 三圍方程式 就有第四條式 是牽涉到時間和空間的關係 所以在這裡 我們是有少許 就是因為有相對論這件事 我們就會被迫 將那三圍的空間 和那一圍的時間 擺成了在同一個系統上面考量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說 這相對論的理論就是 叫做三圍的空間加一圍的時間 而這個一圍的時間 就跟我們說 叫做額外第四圍的空間 第五圍的空間就不同了 那個不是一個空間的圍道來的 是一個的時間的圍道來的 而這個時間的圍道 它和空間的關係 就是受這個相對論來約束 那你用一個學理的方法去說 就是只不過是將那個時間的因素 放進去那個方程式裡面的 是的 就是千萬不要說 時間就是另外一圍的空間 這樣 很多時候說得出這句話的時候 就是在你數學上處理的時候 就是這樣 就是我記得很久之前 看那套叫Interstellar那套電影 它企圖就將這件事 它用視角來去演示出來 但是我覺得演示得不好的 但是這件事是難的 因為它是超越了我們 就是那個經驗的範圍 就是等於我告訴你 如果不要說到第四圍 那個叫做時間的圍道 如果你說是在那個三圍空間 那一圍的時間 外面再加多第四圍的空間的話 那第四圍的空間是怎樣的呢 那它要和其他的三圍是互相垂直的 就是說你畫一個XYZ座標之後 你可不可以放第四條線 那第四條線和另外三條線都是成直角關係呢 你是擺不到的 因為這個超乎我們現在這個空間的經驗 但是會不會其實存在呢 有人就說它可以存在 只不過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到那個圍道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理解 就等於一個螞蟻 它沒有辦法飛起 感受不到第三圍道的意思 就是 只能夠打一個這樣的比喻 嗯 好 那我們今天接觸方學生日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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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那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的了 有很多網民在那裡說 其實這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麼 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我修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何今天神秘的夜 會講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麼有機會 人們就去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按鈕 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 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就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夜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企圖 對不起